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这些仪器模型都是儿童医疗辅导师向小朋友解释医疗程序的道具 根据儿童癌病基金调查 超过九成受访者认为 辅导服务减轻了小朋友和家人的压力 但是香港现在只有九个或美国机构认证的儿童医疗辅导师 为什么这么少呢 Jaklyn一有空就会带九岁的儿童Kyle去公园玩 这些快乐向似平常 但对于两母子来说其实不离不宜 在2021年的5月那时就医院打电话给我们 他跟我说他照到Kyle的脑里面有个肿瘤 收到消息那刻他人崩溃了 都不是那么相信这个事实 自己都哭到是疯了 不知道怎么办的 那时医院都医生帮我们做了一个转介 过去儿童医院那边等那边的医生再做一些治疗 最担心的是Kyle会走 因为医生跟我说他的脑子在脑里面的时候 是会想到死亡先的 就是会担心自己的儿子会走了 那我怎么办呢 除了患病的Kyle Kyle还有一个大女 她说在那段艰难的时期 要同时照顾两个小朋友的生活和情绪 带来不少压力 幸好当时有儿童医疗辅导师帮忙 我在那刻觉得要面对这个病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 我也都对这个病不是太形式 究竟当中里面我要承担什么压力 或者小朋友他医病的过程会遇到什么困难 有什么情绪 可能他们在这方面接得更多的时候 他们可以给到专业的意见我 在辅导师的引导下 患病的时候只有七岁 本身不太懂得表达自己感受的Kyle 都学会用这只公仔分享自己的故事 她叫丁丁 几年前在我病人的时候出现了 因为她跟我一样都有猴子 后面也被人倒过骨髓 我听听我的心跳 你有没有心跳 有 有什么声音的 形容一下来听 扮一下来听 过了两年 Kyle的病情已经受控 这一天她和妈妈来找儿童医疗辅导师马姑娘 跟进康复情况 就有个小朋友去准备六岁 他就在那里开生日回忆 但原来他刚刚生日之前 他发现 我有点不舒服 马家文由两年前Kyle确诊到康复 一直跟进她的个案 他那时候患病的时候只是七岁 我记得有一个很深刻的场面 就是他开始脱头发 他就打来告诉我 我好不开心 记得的话 就是那时候他拿着钳 逐条逐条头发 这样去存回他自己的头发 还有真是多谢他自己的头发 其实陪伴了他一段时间 我们真是要去了解了他的心情 发生什么事 然后才可以陪他过渡那段时间 除了在辅导过程里面 聆听小朋友的心事 他说辅导师都是病痛 家长和医生之间的桥梁 这个工作的特别之处 可以这样说 就由他们这个小朋友 一开始确诊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跟进去 所以我们会建立了一个 很密切的关系 非常良好的关系 直到他们真的原治疗 其实不会完结的我们的关系 我们会继续去跟进去 例如我们上学之后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会不会因为这个病 而产生一些其他影响呢 不过对于七岁的小朋友来说 能不能够理解什么是脑癌呢 马家文说 他们会用道具模拟治疗的过程 帮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 例如像一个七岁的小朋友 他要认知的东西就是 为什么我会痛 为什么我会照自己一个 去面对这一样东西 为什么我要入一间这么大的房间 去接受这个电疗的工程 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不同的工具 我想这些工具 因为像是一个宿世版的 一个他们将会接触的一些工具 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预先准备一下 他们会知道原来是要这样做 去见到这一部机器的时候 原来不用那么害怕 儿童癌病基金在过去三年 所以不用麻醉药都可以做到这三四十次的放射治疗 所以其实是对这个小朋友 身体直接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有儿科医生说 治疗儿童和成人分别很大 如果有儿童医疗辅导师协助 过程可以更加纯长 他们可以很落地地 将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 和一些可能令人听起来 比较担心的治疗方法 用一些浅白的方法 有时可能用繪本 有时可能用工具 更多时候用游戏的方式 令到小朋友习惯了 之后将会发生的事 令到无论理解度 和小朋友的配合 和家长的安心程度 都会大大增加 经据医管局统计 2022至23年度 合共有大约52万18岁以下患者 去到医院看专科门诊的人次 但美国儿童医疗辅导 专业人士协会网站显示 香港只有9个 获得认证的 儿童医疗辅导师 你一看就知道 供求和供求的差异 是非常之大 其实在美国来说 他们平均每13000个 18岁以下的儿童 就会有一个儿童医疗辅导师 而我们香港 大概就12万 才有一个儿童医疗辅导师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 很明显 是有个需要 去增加多些儿童医疗辅导师 但目前这个职位 并不在本港医疗体系里面 辅导师现时一般会以义工的形式 在医院提供服务 钱静兰希望政府考虑 将儿童医疗辅导师 纳入医疗体系 有这个服务 给到一些需要的儿童和家长 是很需要政府的资源的支持 本身儿童医疗辅导师 已经在几间医院里面 是作出一个全职的支援 其实无论医生或者护士 他们都很看到 我们儿童医疗辅导师 对他们做了些什么帮助 如果这个职业 本身不是一个医疗系统里面 一个正规的职业 其实是相对难去吸引 一些年轻人去入行的 但即使想入行 由于香港没有相关课程 要成为注册儿童医疗辅导师 都需要修读外国的 相关学士学位课程 并且完成至少600小时的 临床实习 因为香港其实是在资源上 没有办法可以负担得起 或者没有做到一个 本土大规模的训练 所以大部分我们现在香港 做的儿童医疗辅导师 他们的训练主要是靠 在欧美国家或者英国 这些外国的地方 会有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情况 第一 那个经验可能未必是 跟香港本土小朋友 或者中国人需要的经验一样 他希望政府增加资源 比儿童医疗辅导师 成为常规医护团队的一员 无论是在本土的培训 和在医院我们医务人员的配合 又或者甚至是他们将来 那个分定的角色 希望可以参与成为正式 我们本身医院里面的医疗团队 的一部分 令到在香港所有14间 有医科病房的小朋友 甚至是我们有一些 跟小朋友相关的医疗专业 都可以由他们本身 一些专家的参与 《时事当面》看 今集时间足够了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我是彭建华 警方国安署落案起诉 一个女人涉嫌串谋妨 妨碍司法公证 消息指是李卓人太太的妹妹 邓燕尼 警方说 那个63岁女人3月11日 被国安署拘捕 到昨日正式落案起诉 星期四早早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消息指被捕人是邓燕尼 她被指今年3月 在警方搜查处所前 拿走证物 当时警方正是调查她姐姐 邓燕尔涉嫌 勾建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运达署署公布 第一批运输业输入勞工计划申请 批出98宗 一共969个配额 占上限的5成7 运输署说 首轮申请上个月7日结束 期间接获118宗申请 涉及1601个配额 经审议之后决定批准当中98宗 一共969个配额 公共小巴和客车 大约各占一半 当中15宗申请 因为不符合全职本地 和输入勞工比例要求 所以申请的配额 不能够全数获批 剩下的除了4宗主动撤回 16宗申请不符合基本要求 而未获批准 运输全期望输入勞工 尽快到香港培训 考取相关的本地驾驶执照 处方会协助他们 到香港接受驾驶训练等等 什麽平一对有智力障碍的中年兄弟 日前怀疑因为缺乏照顾致死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国案属隐性国案 期望日后关外队可以找到更多国案 这两位中年的兄弟 他并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的求助 以往都没有向他们提供过 这属于一些隐性的 一些需要服务的人士 当然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 两位人士失去做生命 在我们来说 我们希望将来 我们能够 比如说我们关外队 能够将来有做了的话 我们多做一些的探访 能够希望将一些 隐蔽的 有需要服务的人士 我们能够找到出来 向他们提供服务 我们都一直有不同的形式去联络 就上个星期的个案 我们会再进一步想办法 加强我们互相之间的联系 我想关键点大家都希望 将我们的互助网和资讯网 值得更加密一些 内地两间港人子弟学校 明年开始获接纳为文彭市预考学校 可以保证合资格中路学生 以学校考生的身份 报考文彭市 考评局公布 明年中学文彭市 接纳两间内地的港人子弟学校 成为预考学校 分别是广州企大港澳子弟学校 和深圳香港培桥书院 龙华信义学校 他们明年开始 可以保证中路合资格的正读生 以学校考生身份 报考文彭市 龙华信义学校说 学校这个学年 有大约80个中路生 将会是第一批 以学校考生身份 参与文彭市的 港人子弟学校学生 对于学校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表示我们在教学和考评的安排上 等同一间香港本地的学校 其实自修生和学校的考生 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 很简单 例如校本评核 其实我们是 假如是语校学校的话 学校就要安排这个校本评核 另外就 也都很老实地说 自修生应该好像比较费用是贵一点 至于学校明年 可不可以成为市场 他就说不能够传测 估计有技术问题要解决 校方会积极配合 教育局说 只是积极就考场安排 和内地相关部门沟通 接触多方面筹备工作 需要周长考虑和策划 考评局就说 不论文凭市在哪里举行 都会致力确保可以达到国际级水平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不道 警方今年头8个月 录得1,700多宗毒品案 案年下降近两成 有206个20岁或者以下的青少年被捕 数目是近年的新低 1,730宗毒品案 而可卡因案占最多有两成三 其次是大麻 冰毒和可乐英等 至于检获毒品数量方面 最多是大麻 比去年同期上升六倍 多局说 大麻仍然是青少年 惯常吸食的毒品 也都留意到有毒犯 公然将毒品的卖价 送货布母等资讯放在社交媒体 至于被捕人士当中 有206人介乎10至20岁 最小只有13岁 警方提醒 罪犯会利用社交平台 以几十至几百元的报酬 利用青少年贩毒 提醒年轻人提高防毒的意识 内地今天开始正式调整 以承造留案贷款利率 减轻公留市民负担 平均减幅低是0.8厘 驻广州记者叶子华报导 因应中国人民银行 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上个月底联合发布 全量手套防贷利率的文件 内地多家银行 即日起对符合条件 以承造留案贷款利率统一下调 市场推算平均减幅约0.8厘 首套防贷款人 不用做任何手组 而套防就要提交申请 估计超过4000万名银行客户受惠 以贷款100万人民币 承造25年期为例 原本利率是5.1厘 调整利率后 公留人士每年可以 省超过5000元利息开支 房贷本来可能就在三四千块钱 将个几百块还是蛮有帮助的 年轻人可能会拿到吃喝玩乐上面去吧 可能对我家企帮助不是太大 反正现在物价都是这么高的 你调低了 老百姓叫做多些东西 可以拿些去买其他东西 大心压力都是在的 有分析认为措施有助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 但地产业界就不太乐观 吸引力不算很大 比平时可能都是多过两成左右 就是咨询的人 因为可能持续得太长时间 楼市比较淡的情况下 人们都是可能观望的欲望比较强些 就是想着它迟一点 再看还有没有其他优惠的政策 内地近日先后推出认防不形态等刺激楼市措施 民众即使曾经向银行申请按揭 只要明下无物业都可以获得首次优惠 今次房贷利率调整 亦都适用于早前受惠于认防不形态政策的民众 他们即日起可以向银行申请 银行会在下个月25号前完成审核作出调整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叶子华报道 华为举行抄贵发布会 吸引140个媒体平台直播 会上发布多款智能产品和新技术 华为产品发布会吸引多个平台和官媒直播 请来艺人刘德华担任华为品牌大使 现场展示包括平板、手机、手标、电动车等多款智能产品 部分产品首次搭载自然的近距离无线连接技术 传书最高速率是南亚的10倍以上 最新的智能手标支持商向北斗卫星消息 华为常务董事余成东说 鸿蒙作业系统用户目前已经突破7亿户 在4年时间我们鸿蒙操作系统不断的发展 现在鸿蒙整个的用户数已经超过了7用户 其中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发布的鸿蒙4.0 已经发展到超过6000万用户 因为我们每天我们增加120万用户 以快速的发展 而手机方面被市场指对标苹果新手机系列 可以支援卫星通讯使用者在无地面网络覆盖的环境之下 仍然可以拨打卫星电话 而市场另一焦点 华为副董事长曼晚舟未有出席发布活动 发布会举行当日正是曼晚舟获释离开加拿大 返回中国两周年的日子 无线电视记者努培音报道 北韩据报即日开始放宽入境限制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息 北韩宣布由9月25号开始 外国人可以依照规定入境北韩 而入境之后需要接受两日医学隔离 北韩在2020年1月 为防新冠疫情传入关闭边境 到上个月批准滞留海外的公民回国 在入境之后需要在隔离设施 接受一个星期的医学观察 陈国基说要查清楚 原封商场两死事过 是意外还是人为 有证据的话必定会检控 第一批运输液 输入劳工计博申请 当局批出98宗 一共969个配额 占上限的五成七 泰国被内地旅客面签证入境五个月 以振兴旅游业 大家好,我是林可盈 西九龙港铁商场原封地底设施 两个工人怀疑吸入煞气死亡 警方和劳工处都会调查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强调 会撤查是人为还是意外 说没有证据显示 承办商依触法例规定 警方尤尖警区重案组探员 中午经西九龙文化区地盘 进入港铁园芳商场的地下设施调查 先向一些工程人员了解 下午再带工程承办商两个职团到场 之后离开 两个男工人星期六为园芳商场 更换冷气系统的海水冷却喉管 其中一人的家人夜晚发现工人失联 通宵追寻管工之后 到第二早才发现他们昏迷在工地 怀疑吸入煞气死亡 消息指 初步两名落口工的职员说 星期六下午约4点 发现工地没有人开工 曾经向相关疑判管工了解 之后在其中一个出入口 发现闸门已经锁了 据了解 劳工处初步认为 现场属密费空间 现行法例有列明怎样处理 包括事前要由合资格人士 做足风险评估 这些工业意外 究竟是否真的意外 一旦是由于人为疏忽 或者有人是不依指引 甚至无不依法例而造成的 好像昨天那宗案例为例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是没有证据证明到 承判商是有依照 法例下面所批定的事要去做 他强调有足够证据 必定会循刑事追究 正因为这件事是非常之严重 导致到两名人士轻心了 更加是永远 永久性的伤害了两个家庭 所以我们指示了警方 一定要从刑责方面去调查 究竟有没有人 疏忽要负上刑事的责任 我要他们查到水落提出 有证据的话 一定是会提出检控的 我也希望所有雇主 要自己真的要遵守这些法例 跟着指引去做 因为生命是很宝贵的 丧失了这条生命 我相信任何人 那个心也会一生都不安乐 类似密闭空间事故以往都有发生 对上一次是2021年 赤立了一个地盘 两个工人吸入沼气 跌落沙井 最终不治 2017年的中电红磡地盘地下管道 三个工人死亡 验尸报告说可能是浸死 并吸入沼气 最终承犯商被判罚一万一千元 分判商判罚六千 陈国基说劳工署也会从职安建追究责任 强调新修订的条例已经加强罚则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道 政府加强支援照顾者措施 并且启动为期三年的齐秤照顾者行动 提升公众关注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宣布 社会福利署明天开始 推出24小时电话热线182-183 被照顾者查询 并且解答他们的疑难 51月将会推出一站识照顾者资讯网 另外 现在支援低收入照顾者的每个月 2400元支助会加到3000元 而社署已经完成优化空置宿舍系统 将会加强和康福和安劳机构联系 识切增测住宿名额 未来三年 当局会推出齐秤照顾者行动 以不同的形式宣传 增加公众对照顾者的关注 而为了配合开心香港 今个月底会向接户者派发一共一万张海洋公园门票 政府巡查洪山半岛89间临海独栏屋 上星期五未能够进入的10间独栏屋 其中7间的业主主动向政府预约 当局今天进入其中一间 确认有潜见 至于剩下的3间 当局明天会向法庭申请首领 多个部门包括地政总署和屋宇处 下午继续去到大潭洪山半岛视察 屋苑月初黑雨之后发生山泥倾石 70、72、74和76号屋 先后被揭发有严重的潜见 当局上个星期五说 其余85间临海独立屋 初步怀疑大概70间有潜见 第一批先巡查10间 但都未能够进去 改为今天再次 政府最新说 其中7间的业主主动联络 其中一间可以今天巡查 确认有潜见 屋式说涉及一个地府 其余已经预约今个月底 或者下个月初巡查 至于剩下的3间业主暂时联络不到 当局明天会向法庭申请首领 那为什么当初不直接申请首领呢 根据我们建筑条例 我们必须要敲两次门 而没有我们才可以跟法院申请 并不是我们不想这样做 我们都想快一点 但是我一定要根据法律程序做事 官会问我们 我们要批识给官听 至于余下大概70几间 何时完成巡查 当局就说下个礼拜 会有第二阶段行动 报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导 销委会电脑系统被黑客入侵 已经过了交赎金的限期 不销委会说仍然未掌握 有多少人资料外洩 向可能受影响的2万5千人发出通知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通知 逼迫消费记录以上 有市民收到声称是 销委会通知的怀疑杂片电话 销委会澄清 来电并非由销委会职员或系统发出 市民收到可疑来电 策略轻易提供个人资料 但是销委会就承认 仍然未能掌握实际有多少个人资料外洩 大家可以联想到当一个案发现场那里 如果他们又留有些指纹的话 他们就是从那些蛛丝麻跡那里 去估算究竟有什么的资料 是洩漏了出去 我们都是等着这个鑑定专家 当他看完我们现在的情况之后 再去给一个报告告诉我 估算是有哪一支的档案是不见了 销委会向可能受影响的二万五千人发出通知 我们也收到销委会的电邮 提到因为曾经参加消费权益新闻报道长的公众投票 销委会有收件人的个人资料 包括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和电邮地址 由于个人资料存放在受影响的电脑系统 未能够排除被盗取的可能 但是目前为止 没有证据显示已经盗取 销委会提出一系列建议 包括留意电子邮件、短信和账户 有没有不尋常的登入或者信息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天 运输署公布 第一批运输液输劳工计划申请 批除98宗 一共969个配额 占上限的五成七 运输署说 第一轮申请上个月7号结束 期间接获118宗申请 涉及1601个配额 经审议之后决定批准当中98宗 一共969个配额 公共小巴和客车大约各占一半 当中15宗申请 因为不符合全职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要求 所以申请的配额不能够全数获批 剩下的除了4宗主动撤回 16宗申请因为不符合基本要求而未获批准 运输署期望输入劳工尽快到香港培训 考取相关的本地驾驶执照 厨方会协助他们到香港接受驾驶训练等等 全国政协办公厅 国务院港澳办和国台办等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 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由爱长王毅主持 全国政协主席王满宁致辞 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阵线 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晨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 着力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 深入贯彻新时代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持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部势力干涉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泰国即日开始 被内地旅行免签证入境 为期五个月 以振兴当地旅游业 曼谷附近的素曼拿铺 国际机场早早举行仪式 欢迎首批免签证入境的内地旅客 这一批旅客大约有三百人 从上海出发 泰国总理斯雷塔和多名内国部长到机场迎接 斯雷塔和旅客一起拍照 又送出纪念品 免签措施为期五个月 涵盖中国国庆和农历新年等长假期 内地旅客无需申请占证 就可以在泰国逗留不超过三十日 有内地旅客就说非常方便 挺顺利的 之前还要填入境卡 这次的话这个步骤就剪掉了 我们就直接去入境的 就感觉非常的快捷 斯雷塔就说 相信免签政策会大大刺激泰国经济 同时带动二线城市的旅游业 希望能够令旅客感受到泰国的安全和热情 中国游客在新冠疫情之前 占泰国游客总数近三成 疫情令到泰国旅游业受重创 当局就预计在免签政策实施期间 大约280万内地旅客会入境 刺激泰国旅游业 当局也都因应政策实施 上条全年入境旅客的人数预测 有之前估计的2500万人次 上条多达3000万人次 预计带来大约14000亿泰铢的收入 借合近3000亿港元 保鲜电视记者朱少林不道 又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PEX 涉嫌村谋诈骗案 自今最少有2300多人报案 涉款超过14亿 证监会决定公开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申请者名单 给投资者检视有没有虚假诈述 JPEX涉嫌村谋诈骗案 证监会上个星期拒绝公布 正是申请牌照的平台名单 当时解释不想误导投资者 最后决定在网页公开 暂时有四间机构申请牌照 透过这个名单可以确立 是不是有申请到 申请中不等于所有东西 都符合我们新的一个监管的框架 里面的所有要求 证监会亦都公布 可疑资产交易平台名单 亦都正是与警方研究 切专门渠道、交流情报 但强调投资者都有责任 规管虚拟资产平台的法例 要求相关平台必须拿牌 但6月1日之前 已经在本港营运有一年过渡期 是不是构成了流动 证监会强调是有需要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证监会决定公开申请牌照平台名单 有助增加透明度 证监会又说将会和投资者及理财教育 委员会举办防骗活动等 加强教育投资者 认清虚拟资产投资的风险 和防骗策略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布布道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处 拉了一个事务律师 不涉嫌在社交平台 散播一个大律师的个人资料 公处说被捕的事务律师59岁 不涉嫌在两个社交平台 先后用八个帐户 发布74条一个大律师的个人资料 包括身份证货本 中英文名和照片等等 并且作出负面评论 公处初步调查说 疑犯曾经委托涉案的大律师 唯一中诉讼作法律代表 但是疑犯没有向那个大律师 付足够的费用 被对方向他的律师事务所投诉 最终被辞退 越南据报计划在西方支持下 重启当地最大稀土矿的开发项目 因为地缘政治 作为电动车电池 手机等关键原材料的稀土 供应链问题近年受到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注 中国目前控制全球近九成稀土产量 路透报道 越南计划在西方支持下 明年重启当地最大稀土矿的开发项目 被视为是要打破中国在这方面的垄断 稳定全球稀土供应 报道引述有意参与的澳洲和越南矿商说 越南政府最快年底之前 为开发当地的东宝稀土矿场招标 虽然招标的时间可能有变 但仍然会在明年重启项目 东宝稀土矿位于越南来州省 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矿之一 而越南本身的稀土藏量位居全球第二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去年公布的数据 当地拥有2200万吨稀土 仅次于中国的4400万吨 但越南大多数的稀土目前仍然未被开发 据报过去十年 越南几乎未从稀土产业中获益 分析说面对稀土的需求日益增加 越南不单止错失经济机会 还可能削弱国家的政治地位 而同中国科技战持续升温的美国 总统拜登越中短暂访问越南 被视为抗衡中国影响力之旅 访问期间 两国宣布将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路透的报道就引述白宫文件 说美方表明会协助越南开发稀土 包括吸引外国投资 但暂时未知是否有美国的投资者 参与越南的稀土开发项目 无线电视记者 映杰宜报道 刚完成发行十亿美元换股债的蔚来 据报计划再集资三十亿美元 彭博报道 蔚来正是接合一些中东投资者 尋求用资三十亿美元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 最早可能在春年进行 细节仍然可能有变动 蔚来亦都不一定会进行有关融资 今年6月 蔚来先知黄亚布泽比主权基金 斥资大约57亿6千万港元 入股大约百分之七 亚运游泳 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奪金 何思培出战主控200米自由泳 这位亚洲纪录保持者 没有面临太大威胁 头100米已经拉开超过一秒优势 结果轻轻松松游出1分54秒12 拆失了亚运大会纪录 夺得她手面金牌 连同日前在50米挖泳 和4成100米自由泳接力 何思培已经累积一金两桶 她之后还有五项赛事 而另一女将欧海上午游入50米备泳决赛 她游出28秒35 仅以0.14秒失落奖牌得第四 而何欣涂就在男子50米自由泳 游出21秒87 以0.15秒不敌南韩的持预餐 拿到银牌 无线电视机车 王子谦到